书馆开书啊,咱们继续聊天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基本上算是稳住了南疆的局势 并且啊,接受了阿姆尔撒纳的策反 但是啊,他并没有公开的打出这个反清旗帜 而是啊,活了个悉尼,变了个戏法 把这事啊,就这么着拖下去了 那这事从哪体现出来呢? 那就体现在啊,这清军随他一起入南疆的将领托伦泰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并没有加害他 而是把他软禁起来啊,好吃好喝好待成 他呀是防备着万一以后这阿姆尔撒纳呀 他不敌大清,这大清朝的军队又杀回了新疆 这样呢,好给自己啊,留一条后路 后代的托伦泰呢,他惹定能给自己呢 哎,说两句好话 这事实证明啊,就凭这一点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他还真是聪明的 他就真迷惑了乾隆皇帝 以及前线带兵的将领赵慧 哎,让他们对他呀,放松了警惕 哎,这是后话呀,咱们过会儿再聊 那么现在的整个南疆是什么形势呢?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我靠着他的兵力 以及强硬的手腕就拿下了喀什嘎尔和伊尔枪 也就是说这两个城啊,是大合作波罗尼都现在实际控制 那么这乌什阿克苏呢,那儿啊,有自己说话算数世代的贵族 谁呀,就是霍吉斯他们家呀 这霍吉斯的家族啊,自古就控制这一地区 至于啊,这个库车呀,败城和最南端的和田呢 这些个地区啊,也有自己的贵族在掌握 可是呢,因为这波罗尼都他本身就是教主 又显示出自己强硬的手腕 他对付这个异己呀,唯一的手段就是屠城 他这两次作战呢,几乎就杀光了所有喀什嘎尔和伊尔枪的黑山派 这一下子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南疆 这就导致啊,他在南疆啊 无论是自己实际控制地区,还是盟友控制地区 或者是啊,其他贵族无论是啊 真心假意的,都臣服于他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怕 其次啊,大家也想是在观望观望 看看有没有更粗的腿 要是能抱上啊,也就摆脱了这个波罗尼都这个恶魔的控制 就在大伙啊,都感知到啊 这波罗尼都已然够生猛的时候 哎,这更生猛的人物来了 有这么一天呢,这小河桌货机站呢 带着一艘人马就从北疆回来了 这大河桌一看呢 小河桌带回来这艘人马呀 兵强马壮,兵精良足 并且呀,这装备资重呢 有富裕 大车小辆的呀 从这个北疆拉到了南疆 那这大河桌自然就得问了 说这些粮草资重刀毛帐篷的 哎,这凶的你是从哪弄过来的呀 这货机站呢,一听他就乐了 说哥,这些东西都是阿摩尔撒纳凶的我抢的 这大河桌一听纳闷了 说呦,这不是新任的这个准干大汗吗 咱们还表示效忠于他 这怎么着,还把人家东西抢回来了 这货机站一听啊 说哥哥您别着急 您听我慢慢给您说,说我呀 是和这个阿摩尔撒纳一起起兵啊 判清了 我也是没办法 这乾隆皇帝一到御址啊 让我在军中效力 就把我分配到了阿摩尔撒纳的身边 这阿摩尔撒纳一造反呢 我就在他身边 我是跟着反还是不跟着反呢 我一旦要是表示出一意来呀 他肯定就先把我除掉了 并且这阿摩尔撒纳表示啊 一旦把这个满洲人呢赶跑了 哎,这南疆和北疆啊 还和原来一样 只不过呢 这南疆啊 就由咱们这维吾尔啊 是独自控制了 以后啊 谁也不臣服于谁 这回部跟准部啊 就是兄弟之邦 我一听这里的他有便宜啊 于是啊 就决定啊 先跟着他干 就这样啊 他才往咱们这儿 往哥哥您这儿派了使臣 哎,您见到了没有啊 大和尚说 我见着了 哎,就在后院呢 现在啊 好吃好喝好戴成 不但要见着他了 我还把这个清军的带兵将领 托伦泰啊 给软禁起来了 哎,不过也没杀 也是好吃好喝好戴成 这小和尚说 得嘞哥哥您办的对 就得这么着 可是啊 我在这阿门撒纳身边啊 没带多长时间 我就发现这人不灵 瑟琳那人 外强中干 嘴上吹的呀 乌丢乌丢的 可是实力不行 在这准杆尔当中啊 这微信也不行 没过多长时间的 这几万部众啊 打的就上四五千人了 这会儿啊 他有什么事啊 他就不让自己的部众善了 开始啊 让我带着咱们的这些 维吾尔兵 就是我呀 收编的这些塔兰旗 让我们往前啊 去做炮灰 后来我算想明白了 这会儿啊 我手下的塔兰旗啊 可比他的恶鲁特士兵多 我这干嘛还得瞪着眼 听他吆喝呀 有这么一天晚上啊 月黑风高 我就带着我的人呢 一下子反扑到了他的大营 见着穿蒙古袍子的旧宰呀 那几千人让我给杀的 还只剩下二三百 不知道跑哪去了 只可惜呀 没逮着这个阿摩尔撒纳 要是把他逮着了 咱们呢 保不齐能从乾隆皇帝 伯格达寒那儿啊 换一个西域王干干 这波罗尼度我听完之后 赶紧夸自个儿 这个兄弟是有胆有识 那咱们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啊 至于这下一步嘛 咱们先把这个准个二十者宰了 没过一带烟的功夫 哎这个准个二十者呀 就被一队这个维吾尔兵架到了大仗当中 捆的跟粽子似的 二话不说呀 推出去就宰 直到这人头落了地呀 这位阿摩尔撒纳的使者也没弄明白 自个儿啊 是云为什么死的 那接下来呢 把这个人头和这个 我击溃了阿摩尔撒纳这个消息呀 派使者往北京送 得找一个呀 能说会道的 嘴上功夫强的 跟这个乾隆皇帝表示 我们是一定要臣服大清朝 让这个乾隆皇帝放心 打今儿起啊 我们这个南疆回部 对大清国那就是死忠 那这大和卓就说 那咱们以后就真是等着 这大清国给咱们册封了吗 从此就成为这大清的属地了吗 这霍吉湛说不对呀 哥哥 咱们哪能这样啊 咱们得建国呀 咱们得胜战呢 得机会 咱们得把咱们这叫门发扬光大呀 这些那不就都是权宜之计吗 他信不信的放一边 咱们先给他来一个迷魂掌再说 这波罗尼都说不对吧 兄弟 那互能一时 咱们互能不了一世 这大清朝在前方军队的将领也好 还有啊 这个乾隆皇帝也好 早晚一天得醒枪啊 到那会儿还不是这大兵发来 到时候啊 咱们也就是唠叨个成灭人亡 再者说了 咱们俩人啊 那可是这个八七军是这大清朝廷 从肿杆韩国当中解救出来的 要不见咱们不是还是给他得做人质呢吗 那咱们要是这么做 是不是显得咱们爷们有点忘恩负义啊 这霍姬斩一听啊 说嗨哥哥 您糊涂啊您 您想这前方的乾隆皇帝 不是一次表示了 让我呀 留在这个回部 您呢 去北京朝圣 您去了之后 那就是阳路虎口 再也回不来了 就被他呀扣子了北京 用您呢 来要挟我 您算算这种情况之下 这和这个 北京当年的准步 把咱们扣为人质 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呀 一丘之鹤 都是一个奏性 所以说 您不用有心理妇态 不是您对不起 他呀 就是他要把您害了 关于这一点呢 前文书咱们就说到过 哎 有这种想法 纯属于是大小 何卓这哥俩呀 眼皮子太浅 没什么见识 扣人质 有扣兄弟的吗 这兄弟生下来 就是自己的政治对手 还是那句话 是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正好 那要是当人质 也得是儿子呀 亲儿子 哎 亲爹亲习本都没用 不过呢 他从这儿啊 可以看出啊 这大小何卓 兄弟二人呢 倒是兄弟情深 说到这儿啊 这波罗尼度啊 没话说了 低起头沉思了一会儿 他又跟他兄弟说 说那要是这大军来袭 怎么办呀 这儿啊 就引出了小何卓 那句著名的语录来了 据青史所在啊 小何卓当时是这么 跟他哥哥说的 莫若我 守我贤祖要害之地 与之抗拒 中国兵不能来 既来一皆疲惫 良运不济 可一股而奸也 且尽准甘而已灭 逼处无强林 此天赐良机 不可施也 首先呢 咱们得声明一下 这四六八 就是拿枪上运的 这祸鸡战呢 肯定是说不出来 这意思啊 虽然是小何卓的意思 但是这话头啊 肯定是写史书人的话头 那什么意思呢 小何卓跟这个大何卓说 说你看呢 从这个汉地 到咱们这个南疆回部啊 有多少这个 贤祖要害之地啊 咱们呀 把这些地址都派上兵 就能阻挡这个中国兵的到来 即便这八旗兵他来了 他也是疲累之师 粮草肯定阶级不上 到时候啊 咱们这精锐之师是 一代劳 一鼓作气就能一战 把这来犯的八旗兵啊 全奸 您看现在是多好的时机啊 这乾隆皇帝把咱们要干的事啊 可都干的差不多了 这北疆准步啊 哎 这些准个二人呢 让八旗兵杀的呀 也差不多了 所以说呀 咱们趁这个时期的不建国 不建立一个正教合一的大韩国 咱们等什么呢 我的哥哥 波罗尼都啊 听完了小何卓 自个儿兄弟的这番话之后 我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于是频频点头 一拍大腿说啊 咱们呀就这么定了 就听兄弟你的 这小何卓 祸及战呢 刚才煽动大何卓的这些话呀 可不是光说给他哥哥 一个人听就完了 他把他的这些大道理啊 还讲给了南疆的这些新老贵族们 一下子就把这些新旧贵族的 好战情绪扇呼起来了 这教门的人呢 他总是要发扬自己的宗教的 他们最大的心愿呀 就是把自己的宗教要发扬到全世界 每一寸角落 从他们心里说呀 就为了解救这些异教徒啊 那圣战也是必须要进行的 那接下来这大小合作要干的 就是在南疆排除异级 最重要的这祸及战呢 他急于要摆平一个人 就是现在驻守在伊犁的新任定边幼夫将军赵慧 哎 这会儿啊 这赵慧呀 已然是定边幼夫将军了 驻守在伊犁 至于这段故事咱不重复了 因为咱们讲这个清平准杆尔阿姆尔撒纳部的时候啊 咱们已经讲的挺清楚了 这小合作跟大合作说 说哥哥这个人呢 我得见一见 这乌亚赵慧呀 可是这八旗军将领当中 有胆有识的一位狠角色 我看咱们的这些动向啊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啊 很难瞒过赵慧的眼睛 我得想个招啊 把这迷魂镇摆到这个赵慧的眼头露去 哎 至于这小合作货机站 在南疆是如何排除异己 又是如何到北疆伊犁去迷惑赵慧的 咱们明天 接着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